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今天就想拍一條快速的開箱試衣片 早前我在Brainnext Concept選了兩套衣服 有些單品會是小粒仔 望到會卻步 覺得自己一定駕馭不到 人家模特兒又高又瘦 穿出來當然漂亮 但去到我們身材平庸 高度不及人的時候 穿出來會不會沒那麼好看呢? 既然是這樣 我就不如帶回來 以一個153小粒仔的身份穿出來給你們看 其實都是無限可能的 不要讓我們的身高限制 如果你有興趣想知道今天開箱有什麼單品的話 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講起Brainnext Concept 大家第一時間想到的可能會是運動衣服 我也有穿過的 就是手上的這一套 看到顏色有沒有一點印象呢? 即是上次在船上做瑜伽 我就是穿著它了 詢問度超級高 換了出來之後 你會看到線條包得很漂亮 很圓潤 而且這個位置是做得很貼的 不會鬆拋拋突出衣籃 然後它的內衣服也是包覆很好的 這個是肚腩來的 我還是努力中的 但是你穿出來完全不會有臉腫的感覺 是真的做到那種韓國女生做健身 零龍浮得身材的假象呢 它是給到我的 講了這麼久 終於可以入正題開箱衣服了 其實Brainnext Concept除了有運動衣服之外 都會有一些韓國時裝品牌 其中一個牌子是連Blackpink也有穿過的 所以我都沒想過這麼遙遠的Blackpink 這麼遙遠的女團偶像 竟然我都可以跟他們同款了 事不宜遲 我們逐見逐見來 第一套的上身 我選了一件很百搭 秋冬一定無限機會穿到的橡牙白色 Bornin上衣 它的質地非常好 看上去摸上去都完全不會有廉價的感覺 有少少厚度的 還有密度很高的 一點都不會透 在冬天穿很多衣服很臉中的情況下 露一露鎖骨出來 整件事馬上顯瘦 還有這件衣服的袖口都很特別 做了一個開叉 這樣就可以一件普通的上身衣服 帶來少少不一樣的地方 這件衣服都算是我平時的Style 所以下半身就挑戰一下自己 選了一條啡色千鳥格的西裝褲 它的圖案是做得很仔細 不會印到蒙茶茶 然後質地你會看到非常厚實 非常漂亮的 它的膚型不會很貼腳 所以就算腳不夠直也好 都沒有問題 還有長度 就算我是153也好 它都不會拖地 剛剛去到我腳面的位置 整件事好像差一點 秋冬又怎可以沒有一件外套旁身呢 所以我選了一個非常特別的顏色 它又未至於去到墨綠色 但是又在卡其和綠色的中間 一件西裝外套馬上生氣 是不是帥氣很多呢 它是做了一個超級小 然後一顆扭的設計 所以平時上班斯文穿 好像今天這樣 襯得比較正經又得 或者今年很流行 一些over-sized的西裝外套 配單車褲、大頂劇帽 形成一個chill的感覺出來 又或者配牛仔褲 配格仔裙 很白搭的一件外套 非常之喜歡 這個顏色 外出是很少跟別人撞 你知道可能一些深色系 橫色系 或者一些卡其色 都是會撞到爆 但是這個顏色 我真的覺得它是比較特別 所以我就選了它 大家經常覺得小顆仔 是很難carry 這一類型的衣服和褲 但是其實有一個小小的巧妙 我自己穿長褲的時候 是很喜歡 將褲腳折高 大約去到腳裸以上的位置 所以就會露了整隻腳 最纖幼、最小的地方出來 別人以為你的腳很幼 其實我們將大腿和不夠不直的小腿 全部藏在褲管裏面 而且感覺上 就會沒有那麼臉腫 整件事都會把它變得輕巧一些 記不記得嗎? 試完一套比較中性和脂性的Outfit之後 下一套就會LADY一點 也是挑戰自己系列 我選了一條很利落的黑色長裙 大家應該沒有見過我穿這類型的裙子 平日選長裙都是比較散的蛋糕裙 但這條裙子 你會看到整條裙子都是很利落的剪裁 它的質地有點像棉麻 然後又是完全不會透的 為何秋冬先來選一條吊帶長裙 就是因為香港的冬天 大家都知道這麼短的 可能冷的日子只有幾天 所以外套方面我會選一件保暖一點 然後裏面這條裙子 基本上一年四季都穿得到 也是因為這件的外套 由我摸上手那一刻開始 我就知道一定要擁有它 它那種軟綿綿 是比一些毛巾睡衣 我不知道在鏡頭那裡大家可以感受到多少 但是呢 真的很舒服的 它的質地 這條長裙穿上身之後 我會把它中間的腰帶 圍著自己一個圈 然後綁一個蝴蝶結 把上面這一部分拉少少拋出來 它的長度是會看到腳眼的 還有一樣東西 它是有袋的 絕對是一大加分位 然後現在呢 讓我再穿一件外套給大家看看 換了之後 又是一件不出聲 可以騙人的系列 整個人的感覺很溫柔 很文靜 很有氣質 大家感覺到嗎 有一些毛巾是不可以單穿的 碰到皮膚之後會很癢 很刺痛 很不舒服 但是這件呢 用親膚這兩個字 已經不足以形容到它了 因為它穿上身 比起沒有穿衣更加舒服 更加柔軟 是會愛上那個觸感的 你明不明白 還有呢 它就這樣單穿 都已經很好看了 我是特意把那些扣子扣起來 其實不扣也可以的 因為現在是很熱的 但是呢 我覺得扣了上去之後 整個人的溫柔感會再提升一點 它當卡尼根這樣穿 都絕對沒有問題 裡面穿很多不同的衣服都可以配搭 又來到我們手機視角的時間 今次這條長裙呢 其實穿出來的長度就是這樣的 不會拖地 但是對於153小粒子來說呢 我就覺得如果可以露多一點 就完美了 所以既然外面有件毛衣 然後裡面又是綁帶的話 大膽一點 把它蓄上去 其實藏在裡面 沒有人看到的 然後下面呢 我們可以露多一點的地方出來 又是黃金腳裸位 然後看上去的感覺 就會更加收長很多 整個人的高度可以拉高5cm 我們回來相機視角 今天就跟大家開箱了一些 我在Brainnext concept那裡選的衣服 除了他們的運動衣好穿之外 原來一些韓國時裝都是非常高質的 我所有提過的衣服都會在info box那裡 寫我穿什麼碼 他們的link 大家有興趣也可以看一下 亦都希望我今天分享的 作為一個153小粒仔 怎樣穿衣服看上去 收長一點的小技巧 對大家有用 因為我都明白的 有時候很多衣服穿出來 看上去更加矮的 怎樣可以襯衣 或者是一些明明同一件衣服 但是小小的技巧 就已經整個人拉高 我都覺得是很重要 亦都是我們最在意的一件事 所以希望大家喜歡這一類型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給個like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禮拜都要錄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到星期日 就12點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Bye Bye